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休斯顿校友会 在新会长李立颖和前任会长林亚轩 与校友李卫华、朱晴庆、曾兴梅、范庆文、许直、陈立英、刘蜀明、张承俊、兵皇、 吕安平、张文丽、陈子薇、陈彦邦、艾书雄 以及配偶们一行二十余人 于5月20日相聚在美南环球剧场 各自介绍在自己母校的专业、理想、学习、校园生活 交友恋爱、毕业后从事的工作 婚姻、家庭工作的转换 在工作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遇到的挫折和取得的成就 请看本台记者全身的报道 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斗和不屈不挠的创业经历 校友们谈到幸福是一种感觉 是从您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能感觉到的快乐 心里很踏实 觉得身边的人和事都很美好 幸福的人每天都会心情愉快 说话时与其温和 对他人态度非常友善 也有一些校友谈到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 以及战胜困难和挫折的勇气和信心 其实生活中 虽然每个人的境遇各不相同 但是奋斗的过程中 都需要经历一些困难挫折 谁的人生也不可能永远都一帆风损 谁也不可能永远万事顺意 想什么就来什么 面对困难挫折 积极乐观的人会积极寻求解决方法 会快速走出困境 校友们谈到能对您的人生负责的人 只有您自己 您能过什么样的生活 也完全取决于您自己 校友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认为除非拥有一个家财万贯的家庭 大多数人都是需要自己奋斗 改变自己的命运和生活 所以时刻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您才会对未来充满希望 每天都能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生活 让自己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校友们在交流期间互赠送礼物 并且每人必须送上一首诗 或者是一个带有数字的成语 互相祝贺 相互鼓励 共度美好时光